乌克兰基辅不久前刚刚举行了由最高拉达俄委员会主席及主要档派领导人参加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乌克兰祖国党领袖琉利亚·纪莫申科对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进行激烈批评。 他宣称,2019年乌克兰总统大选结束后,波罗申科在执政过程中犯下的罪行加因来清算。 纪莫申科的这番言语,是在波罗申科联盟党团主席亚策格拉西莫夫,对其进行指折之后说出的。 格拉西莫夫将纪莫申科称之位乌克兰的叛徒,把他看作为普京在乌克兰的代言人,认为纪莫申科的政治主张,代表着克里姆林宫的利益。 而类似的说辞,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早先也表达过,他曾屡纪莫申科就纳普提格斯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未来的存绩进行过数次交锋。 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是波罗申科对炭俄罗斯能源武器的重要一战。 纪莫申科则多次表示,只要他荣登乌克兰总统之外,必将把这家剥夺乌克兰人民财富的公司彻底解散。 在这次会议上,波罗申科派系对纪莫申科,又发出了新的声讨,亚瑟格拉基莫夫称,纪莫申科好像正在为阻挠北西二门员管道建设的谈判设置障碍。 而这一指责,可看作为波罗申科联盟,将纪莫申科等同为俄罗斯代言人的延伸。 纪莫申科则表示,波罗申科派系之所以对其横加指责,是因为乌克兰总统知道谁将是他2019年大选中最主要的对手。 纪莫申科指示遵照波罗申科的指示不断诋毁他,而不把金立方的讨论当前乌克兰面临的问题之上。 纪莫申科强调,乌克兰总统大选后,乌克兰现任总统及其政治盟友将在其办下的每一项最新承担责任。 距离乌克兰总统大选只剩半年时间,根据乌克兰民调机构评级,于9月底公布的民调结果。 祖国党领导人,前总理尤利亚·静莫申科,在一众总统候选人中依然赢跑,约有13.2%的乌克兰选民准备为他投票,排名第二的是泽伦斯基,支持度约为7.8%,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排名第三。 决定在大选中为其投票的选民约在6.8%,此外还有5.9%的选民尚未决定在乌克兰总统大选中给谁投票,12.6%的被调查者拒绝参加这一民意调查,虽然近陌生科据离多数支持仍然差距遥远,据大选的半年期间已有着诸多不定因素将发挥效力。 但在此次调查中,超班数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投票给波罗申科,而表示坚决不会投票给季默申科的,则超过25%。 2018年10月3日,刘鹏。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